吃到比这个鱼还香 已经饭了上十年了 上次有人出十万块钱了 老板都没有卖 你觉得吃浪来说的话 一个男人在城市还第一 还第二 第一次 没有 有人说我们这个建满鱼做的不新鲜 你看我们这个鱼 每一条都是活梦乱跳的 单分有一条不新鲜 我直接把它生着吃的 你看这个鲸鱼的体型 非常漂亮 光泽度也是非常好的 你们这不叫五川鱼吗 我们这里叫鲸鱼 但是这个品种的名称叫五川鱼 鲸鱼里面的一个品种 比较优质的品种 这个做加满鱼的鱼规格要选择大的 咱们做加满鱼的规格 一般都是八两九两一斤的 不能大也不能少 这个大了它不会入味 小了的话 咱们这个消费者不划算 对不对 一斤左右的刚刚好 咱们都要一条一条的挑选出来 我们这个鱼必须要在十秒钟左右 就把它尽快杀完 保持它的新鲜 杀完了我们还要尽快把它腌制 趁着它的毛孔 刚刚张开 把香料撒进去 快速地锁住纤维 这个料里面有多少味香料 可能有五六种 那你这一天要腌多少条鱼 一个人要腌一两千多斤 要腌多长时间 12个小时 这是一个人工清洗 把机器清洗 这个鱼要清洗五六次 所以鱼洗得非常的干净 这个鱼整齐地摆放在这个破坊上面 你这一天能摆多少鱼 一天大约一两万左右 我们这鱼还品种不一样 这是柳山鱼 还品种不一样 对 这是鲤鱼 在这里万物 接口 降板 这个就是它们的PLUS版烤箱 这一个烤箱可以放三车鱼 这一车是一千条 一个烤箱可以烤三千条鱼 两个烤箱可以烤六千条鱼 这个五双鱼烤出来漂亮不漂亮 相当的nice 不管是这个鱼形 还是这个鱼的整洁程度 都相当的好 这一步的话就是 降板鱼经过24小时的烤制 然后把它拿出来修理整形 让降板鱼更加的漂亮 你这个柏鱼有什么讲究啊 我们是五个一手 一次一锅放六十手 总共就是三百条 这个就是它们的蜜椒辣椒油 看一下 鱼全样 这边现在在进行的就是这个 降板鱼的卤制 这是特制的鱼锅石 卤了十几年 卤鱼还香 我们要大火卤三十分钟 小火卤三十分钟 还要关火去泡一个小时 总共要两个小时才能出锅 煮制好的酱板鱼啊 看来这颜色多漂亮 这边呢是已经卤制好的一个酱板鱼啊 目前正在进行一个晾凉的一个过程啊 看一下这个酱板鱼卤出来的多像样 看一下它的这个鸡肉的纹理 太漂亮了啊 我们现在去尝一尝这个刚出锅的酱板鱼 味道怎么样 这个鱼经过烤制之后啊 这个骨头都是酥的啊 鱼浴到嘴里面是一股酱香味啊 酱香味非常突出 酱板鱼酱板鱼啊 所以酱香味非常非常浓 这个鱼因为它是烤干的 所以这个鱼的这个口感非常的筋道啊 感觉比吃牛肝还过瘾 所以喜欢吃鱼的朋友 鱼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酱板鱼 尤其是这个酱板鱼啊